《大公報》 就謊言 即是那些廣東話 可以說是最少的一張報紙 其實未必是 所謂內地下一個命令 不可以說謊言 不可以寫謊言 而是因為 我們的領導 辦報的人 全部不懂廣東話 它全部都是內地來的 當然李夏文先生是中山人 他認識 但是《大公報》一早 就是比較純正的語言的一張報紙 反而最多廣東話的 是什麼呢 《新晚報》 因為當年有一個 大家知道 有一個叫做高雄 很有名的作者 三蘇 寫了這三級底 大受香港的讀者歡迎 所以如果你要 三蘇是來自《新晚報》 高雄 高雄叫做什麼 高雄有一個最出名的 叫做石狗公日記 為什麼叫做石狗公呢 斑呢 就是斑 斑 石狗公就是沖斑 類似石斑 其實他是石狗公 所以石狗公日記 就是講一個人去沖斑 就是沖大斑 就是認闊老 就是那個 很形象的 另外就是所謂的 那些叫做 怪論 怪論 也是用三百底文章寫的 《新晚報》也是優惠之 但《大公》不是太多 大公絕對不多 但裡面 並沒有就語言文字方面 是很正式地提出一個要求 但是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大公報》是比較上一張嚴肅的報紙 所以文字要規範化 再加上我們的讀者來自五湖四海 外省人不少 我都說了 你叫毛達東 懂得廣東方言嗎 你叫蔣介石懂得廣東方言嗎 不行 兩個都是我們讀者 那你不斷地登這些廣東方言 他當然是頭無水的 是吧 所以呢 登文言文是沒有問題的 像我們的標題 現在成為歷史 這個大家都會引證的 就是講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以 用個以字 這些是文言 那你一樣可以 所以文言 你張桂聯和胡錦之寫的社評 都是人夾襲文言 是夾襲文言 但是說起來毛澤東搞幾件事 第一就是簡體字 第二就是羅馬化 其實當時《大公報》怎麼處理呢 在50年代 這類東西未必是毛澤東自己去什麼的 裡面有一個叫做改革 叫做文字改革的一個辦公室 文字改革的辦公室提出來 所謂簡化漢字 他們討論過 他認為漢字不劃太多 很難學習 特別對那些文盟的人士 對那些山區的貧富人家 難學 所以就要將漢字 怎樣來簡化 但是可以這麼說 簡化有成功 但也有不是那麼好的人 但《大公報》香港沒有跟足 我們絕對不跟你的理由 就是因為我們是面向廣大讀者 所以沒有理會 我們讀者都不會看簡體字 你怎麼看簡體字 所以我們不跟 羅馬化 羅馬字 羅馬字更加下一層 現在你都做不到 在大陸來說 你都沒有可以用羅馬拼音標注 來代替漢字 甚至毛澤東寫的詩詩 他親手寫的詩詩 也有繁體 有漢簡體 繁簡是混合的 他手寫的筆跡 好吧 都是這樣